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是他们家的独子 他老爹呢 是国内的大官 很大的 非常大的官 他自己呢 没有别的 人不坏 坏跟这个人不坏 只能这么说 自己对七公啊 这些 他有所认识 早年体弱多病 他爹他妈呢 给他找的 当时在北京一些比较著名的七公师 给他治病 有些七公师不在北京住 这是他自己跟我说 他说其实那个人住在南方啊 是哪儿 俩人通电话说要给他发工的时候 给他发工的时候 他有感受 他知道 给他治病 这么个人 来到海外 家里有 家里是当大官的嘛 透过一些 我只能叫地下钱庄了哈 咱们不好说 给人说破了 透过地下钱庄 他爹给 给这边弄钱 那他曾经说过 他说其实 其实 涛哥你知道 去深圳玩去 他说其实看那个过境啊 从深圳过境到澳门 看什么金鱼缸啊 这些东西 有些朋友不一定知道哈 男人 那都是男人去的地方 金鱼缸说白了 你孩子不穿衣服在水里游泳 男人在外面挑 这听懂 他自己讲啊 他说没啥意思 没什么兴趣 那我记得我也跟大家分享过 你别看这1316那些有钱的当官的 你上洗澡堂把衣服一脱都是一块肉 没什么区别 没什么太大区别 就那么回事 对吧 人被自己的 就是这个氛围 国内的 我一直说共产党的邪恶 就是把人的营造出来的那种 万恶淫为首的那种放荡的氛围 激发起人从后脚跟上 激发出来的那一份欲望 那是邪恶的 那是糟蹋人的 很多人听不懂 这小伙子呢 没别的嗜好 就爱赌钱 爱找女孩 他跟我说 他说涛哥 其实不是我要找女孩 他说人家就冲上来了 人家不要钱 那他的意思就说 我有便宜不占白白白白白蛋 我说你都这样了 就小鸡子似的 那是占便宜人吃亏呀 人家不是吃你来了 这真实的生活 所以不是男人的事 也不是女人的事 那很多女孩子就以这样的方式 以自己的身体作为本钱 想移步成为凤凰 好 山鸡移步成为凤凰 这话不好听 就这意思 舍尽自己一切 誓死如归 想拴住他 其实你就没想过 你怎么能拴住他呀 用肉去拴 每一个人都是肉 你知道他爱吃肥的 你是爱吃瘦的 还是爱吃带皮的呀 一个社会的层面 有钱能够出来 作为孩子能出来留学的 那你爹你妈 把脑袋捆在裤腰带上 誓死如归的赚钱 把你弄出来 反腐到这份上 你爹你妈 可不是就把脑袋捆在裤腰带上 对吧 隔壁老王 王岐山 拿着大刀 跟那个秦明的那个硕士 就横扫啊 对不对 说沾生就死 没有他沾不上的 因为太多了 搞不好这速度都慢了 你看现在 反腐的声 大家都没反应了吧 因为没有不死的 没有不该反的 所以那我说这个意思就是 这个孩子我不知道现在在哪了 连赌场放高利贷的人 都假 赌场放高利贷的 共产党肯定完蛋了 但我刚才说的这个孩子并不是说有多坏 他就嗜好着 他就跟我说 他说涛哥我往前推甩子 一千块钱一注 很多西方赌场都是有限制的 他怕那些烂赌的 你下一注呢是一千块 他说涛哥我一千块钱下一注 我那感觉可好了 我说你放心吧 我兜里有十块钱 我拿出九块钱 我往外扔那铲子 说我心里的感觉比你还好 家底不同 但是那感觉没什么两下 为什么 他赌命 是不是 他就在赌命 人生不过如此 有钱的有权的 这个男孩子有钱 有钱的原因 必背靠有权 对不对 当地的领馆 据他三分 就这么个人 但我跟大家讲了 不过如此 上澡堂子脱了衣服 跟你说跟肝似的 他能怎么样 他生活得很无奈 因为那个时候比较熟了 我说你就这样 能怎么样 他自己非常承认 他说 其实在外面 也就因为有这名声 冲着门面 放平了说 就那么回事 这期节目是我提前做的了 那我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 在台湾 在中华民国的 蔡英文成为总统的 这件事情了 跟今天主政的人 习近平 有着莫大的关联 他的关联就是 在共产党消失之后 在共产党 被打出权力中心之后 在江泽民挂起来之后 今天主政的人 在国家宪政的背景之下 这是唯一的 也是完全可行的选择 选择与中华民国相接洽 美国之音有篇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 北京强调一中 网民热议蔡英文 但是我利用这个文章 跟大家分享 很多朋友的看法 新华社讲说 国台办和陆委会 联系沟通机制 是否能够继续运作 国台办发言人 马小光 21号讲说 只有确认坚持九二共识 体现一个中国的原则的 共同政治基础上 两部门之间的联系沟通机制 才能延续 同一天 海协会发表了声明 海协会就是当年九二共识时 跟海机会会谈的机构 在香港 北京的其他报纸 像环球时报 参考消息 新京报 统一口径 原则九二共识 九二共识是指一中 而中共的讲的一中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我跟大家说的是 在今天的中国的权力的最高拥有者 习近平 在中国大陆与台湾 与中华民国的之间关系上 他决定性的夺取权力的 夺取权力的大阅兵 却选在中华民国确定的日子上 9月3号 然后他见了中华民国的总统马英九 这是我重复多少遍的 所以在这个对等的背景之下 已经发生的背景之下 上述的评论就显得幼稚可笑 你家的主子 主人 当权者 在他的具体的关键的大的动作中 却选用了中华民国 所在历史上确定的位置 而你却停留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谓的一中之上 九二共识之上 但是反过来你也难 因为这件事情出来了 你必须说话 可是上头怎么说 没告诉你 你只能顺杆爬 对不对 你只能顺杆爬 所以当有一天 上头改了 说这一中可以 大家随便可以商量 你立刻就商量 这就是今天共产党下的媒体 好 没有自己 没有自己的基本的尊严 权利和自己表达 你自己看法的意见 因为你就是一个 中共宣传体系当中的机器 不是人类 全国台湾研究会的副秘书长认为 两岸不至于回到陈水扁李登辉时代的两国论 或者一边一国 他认为未来四年或八年 两岸关系不悲观也不乐观 大陆不愿意看到两岸出现沟通机制停顿的场面 但是承认一中是底线 但是这一中是谁 对吧 同属一中的含义是谁 共产党的邪恶 就是把中共跟中国等同起来 这就是一份邪恶 对不对 中共建立在马恩列斯茅上 建立在一个 侨居在德国的犹太人 生了私生子的人身上 然后他非说 他继承了五千年中华民族的文化 可是文革他却斩杀了一切 对不对 斩杀了一切 从中共建政以来 毛泽东三反五反反右 所有的运动文化大革命 包括八九六四 包括九九年对法轮功的迫害 他斩杀的全是具有人性的 中国人的精英 以党的名义 而他推崇的是无神的 人是猴变 所以人们会 人们会普遍看问题 所以切断了看 惹不起他 总对他抱有希望 改革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